今天去市场买了十几块钱的芥菜 趁天气这么好 拿到楼顶上去晒一晒 咱们用刀对半剖开 更容易晒 今天秀秀分享一道具有客家地方特色的美食 露脆底做法 晒至像这样疲软的状态就可以了 锅中烧一开水 先将菜头烫至变色 再将叶子也放进来 叶子同样变色就可以加出来 统一放在一个盆中 处理好将刚才烫过菜的水全部倒进来 盖上盖子放一旁搁置两天 两天后你就会发现 煎菜变成了金黄色 洗几颗炒个菜 吃不完的挤干水分放冰箱冷藏保存 洗干净后再用力挤干水分 头部比较老的缺掉 再切碎收稳中 锅中放适量的油 下入姜末炒香 再下入切好的鹿菜 炒鹿菜一般我们都不加其他 炒干些水分下入盐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美味下饭油下周的炒鹿菜就做好了 开胃又爽口 个人觉得比酸菜还好吃 我想没有一个客家人不喜欢这一道菜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拜拜